用你的腳跟 換腳跟這樣起 影片上胡醫師示範 用腳跟按摩阻散裡穴 並看書並按摩的模樣十分逗趣 人體上還有很多穴位都可以按壓 增強免疫能力 由於中共病毒主要侵犯肺部 因此胡醫師也提到了保養肺部的穴位 剛剛得咳嗣的時候 趕快按一按向齒則穴 就可以使這個急性的咳嗽喘 立刻壓下去 假如是你在平常保養 或者說已經到了慢性期的時候 就有一個穴叫太原穴 也可以常常壓按 這樣子的話就可以使得 自己的肺被保養好 以至於所有的病菌病毒 就不容易侵染了 之前在網路上就有看過胡醫師 他的相關的很多就滿實用 所以今天一直到這機會 就趕快來報名 胡醫師說病的源頭 大部分是來自新 重新開始調整到最好的狀況 多接觸大自然 聽正能量的音樂 簡單的打坐 平常就能做好保養 今天收穫滿多啦 因為這個都是我們日常生活做得到的 今天胡醫師講的都非常簡單 比如說我們要多接激當自然 然後吃比較原始的食物 不是經過加工的 像我今天我才知道說 打坐原來有這麼好的一個功能 類似這樣的很簡單 就隨手可以做的這樣的一個事情 讓我們在養生的過程裡面 不需要吃藥 只需要自己做一些很簡單的動作 能達到養生調理的功能 我覺得非常棒 養生亞洲樂林智慧生活展 為期四天的展演活動 介紹數百種產品和服務 確保老年人健康 並且學習照顧自己 新方人亞洲電視葉大維 他們高雄 裁縫不動 在養生亞洲電視界